如果你假設這個地方 如果要做一個等於是這個地方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可以把按鈕加在這裡好了 因為我是希望說等一下把那個圖 比如說美元折線圖就放在10欄 所以我算了一下M到V剛好10欄 然後10列好了 這樣比較好記 10欄10列把美元折線圖就放在這邊 所以我旁邊這邊其實是有一點空間 W到Y這邊可以放個按鈕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比如說可以把剛剛那個叫做匯率下載的 把它在這邊加一個按鈕好了 這個叫做匯率下載 把這個名稱的複製一下 按確定之後的話在這邊把它貼上 這樣先第一個 所以之後的話我們有一直 反正每一次上課一樣 每次就多按鈕 你就把做每增加一個sack 那你就做一個按鈕 那你把它按下去看看 資料有更新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會不斷更新 但是這邊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匯率資料每天它都會更新 所以Ctrl向下 它現在的話是更新到這個 十一月二十二 十一月二十二就今天嘛對不對 OK 所以到今天的匯率 那如果假設明天它又再多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剛剛這樣的寫法 其實是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數字 對 下一次的話它可能會增加 那可能在下個月份它也可能會減少 因為月份它又 下個月的話它又變成 它好像都抓前 前一個月跟這個月吧 所以十月跟十一月 那如果十二月的話就抓十一月跟十二月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會有長度上面不確定性 所以記得吧 這個地方要把它用追蹤 追蹤記得吧 對這個可能很重要 還是要把它最好是把它記起來 那意思就是從那個A1那個儲存格向下追蹤 所以打個and end然後錢瓜糊 向下追蹤是XL down 有沒有 然後點落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OK 好 那你會發現我都打小寫了 不過移開它會自動會變大寫 那表示我沒打錯 有沒有 這個R自動會變大寫 OK 好 這樣比較標準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在旁邊呢 再增加一個按鈕 表示說呢 我將來 按下它之後的話 它可以讓它在這邊run 這個按鈕在上面 在這裡 OK 按一下 當然呢 這個 這個範例好像沒有刪除欄 如果有這樣的刪除欄 你可能 還記得吧 如果不要讓它變動的話 可能就記得要把它這個 摘要資訊變成大小 位置不隨處的改變 不然它會跑來跑去 這個 不過這邊這個範例是沒有啦 那如果你假設你擔心說它會跑動的話 那一樣可以把它的按鈕 把它固定下來 好 第一個 我完成之後的話 那第二個按鈕 我希望幫我畫一個美元折線圖 美元折線圖 剛剛做過啦 所以如果假設呢 我希望幫我畫這個美元折線圖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用錄字的 不過錄字的話呢 其實你不需要錄太多東西 其實只要錄一個動作 就是剛剛我們插入這個折線圖 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最後好像會錄兩行 好像是我們前面那個範例 其實一樣的道理 所以一請你先選AE AE一直選 選到B37 按續的鍵 那你在錄製喔 你不用說你這個後 錄製之後再選 不用你先選好之後再錄製 我發現不影響 所以先把AE到B37選起來 2的話呢 你就是按錄製聚齊 那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們叫做美元折線圖 就這個 OK 這樣美元折線圖 那按確定之後 就可以開始錄製 其實跟各位講喔 只要錄一個動作 那你說那個位置跟大小一樣 還記得吧 我們用加四個參數 兩個是位置 兩個是寬跟高 這樣會比較好 按確立 那接下來的話 你想要做一個動作 插入 這邊有個折線圖 找到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OK了 結束囉 很少一個動作 開放人員裡面的話 停止錄製 完成之後的話 請你切到 劇集裡面找到那個什麼 美元折線圖 按編輯 其實只有兩行啦 最後的話 請你把這上面的注解先刪掉 應該還記得加哪裡吧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圖呢 不要放在這邊 而是希望放在哪裡 放在M1這個儲存格 那你很簡單嘛 直接加哪裡 add char2有沒有 對這個嘛 然後逗點 坐標的話呢 因為我是用那個 range M1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range 然後這邊打一個M1 它的先水平嘛 所以先lab著 lab著 然後逗點 在垂直的話是什麼呢 range M1對不對 把它複製過來 這樣比較快 點什麼top top 這可能要記一下 反正坐標就是lab著跟top OK 指的其實就是這一條線 這邊是lab著嘛 這邊是top嘛 所以你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哦 有沒有發現它剛好就放在這裡 但是寬跟高 寬我其實是希望它能夠 10欄寬到這邊 列的話呢 就10列高到這邊 那怎麼改 還記得吧 這個因為之前有講過啦 所以我做稍微比較快一點 這邊後面嘛 d點 然後10欄的寬度 就是這個儲存格 然後複製 點就d 這個寬度的話就v10 v10 然後乘上10就可以了 這個就10欄寬 然後再逗點 10列高的話 就是這個儲存格 它的列哦 高度的話呢 就是電 h開頭了 這個叫hite 這個哦 OK 可能要記一下哦 如果你常用的話 應該就很快記下來 乘上10 好 完成了 所以 坐標 這兩個 寬 這個 高 這個 好了之後的話 它應該就會完全符合你的要求了 所以再把它刪掉一下 重新再讓它跑一下 那個 那個勞動部有訪視人員 來推廣那個line OK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哦 那請各位試一下哦